一觸即发 我们并肩作战 新手烈的星辰一道光 聚散黑暗 决心吧 让力量凝聚成信仰能量 挥洒吧 没地感 火热发射对战 爆发出炙热的火焰能量 收光家园 捕捉住每一种奇异幻想 当起信号 决心吧 让力量凝聚成信仰能量 不退缩 不躲闪 谁不可挡 凯炎兽 快来呀 开始了吗 大家好 我是星成 我是凯炎兽 自从与暗王魔龙大战结束后 我和凯炎兽成为了星兽世界的英雄 但有一股更邪恶的势力在远动着 而新能枪柄升级了 除了合体 竟然还能单独发射 为了阻止一名叫波奇的少年破坏封印 我要聚集五星兽力量 一起守护星兽世界吧 上级 因为受到沙家的袭击 导致星成等人陷入绝境 而被误会的允兵兽 却在紧要关头牺牲自己 救出众人 而不愿放弃伙伴的星成 选择留下作战 与影兵兽一起 坠入了万丈深渊 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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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没有好好保护星成 怎么会这样 我们要怎么办呢 你们快走 帮我找到第五只星兽 星成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任务 马上出发去完成吧 哼 别想跑掉 我要把你们都带回去 快走 不 我不走 绝对不会原谅伤害星成的兽 你们不要忘记星成最后对我们说的话 凯元兽 走开 雷光兽 阿巧 快回来 凯元兽 我们该怎么办呢 必须完成星成的任务 我们走 我们要像星成一样了吗 看元兽 你们不是走了吗 笨蛋 星成说过 同伴是要在一起的 要互相帮助的 嗯 嗯 practicing 凯月兄 你快躲开 冰球太多了 你的屏障要被击破了 我是你们的队长 我要保护大家 星成的离开 我比任何人都难过 但是星成需要我们一起 共同完成守护星收师弟的任务 大家是同伴 可不能丢下同伴自保 可人生 小娃娃按照我当命了 怎么可以赏了我 威风凛凛的雷光熟呢 我 你把出炙热的火 丢我 上古神兽全没收 我 我们现在 一起去完成新兽的任务 找到第五只新兽 守护新兽世界 绝对不能 让他们找到第五只新兽 给我追上他们 他们没追上来吧 有阿教在 就算追上来也会被我击退 刚刚雷光兽制造了一个陷阱 他们没那么快追上来 根据兵兽的指示 前面就是南极最深处了 大家冲啊 找到第五只新兽 看元兽 快让开 看元兽 你在搞什么 那是 新兽 大家 我回来了 新兽回来了 等等 不要全部过来啊 新兽 我以为你跟允兵兽掉下山崖消失了 这一切都要谢谢允兵兽 原来他早就安排好了 我要抓住允兵兽化成的冰晶 糟了 好 怎么打不开翅膀 怎么办 再见了 爸爸 再见了 开眼兽 脚垫兽 雷光兽和玄武兽 我得救了 那是允兽的冰晶 允兽 允兽 星成 我早就计划好一切才决定让你们走的 你跟来干嘛 我说过了 星兽猎人是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伴的 笨蛋 现在跟我走吧 原来允兵兽早有计划 居然不告诉我们 也没有考虑到沙迦在抓我们嘛 如果你们连沙迦都无法甩掉 也不用指望你们保护世界了吧 看眼兽 雷光兽 脚垫兽 玄武兽 我可是对你们充满信心 相信你们一定会来的 当然 因为我们是星成的伙伴 为了星成 再难的考验也没问题 对 允兵兽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第五只星兽在哪里了吗 可以 但是 发生什么事了 可恶的允兵兽居然敢戏弄我小帮王阿巧 可恶的允兽和玄武兽不见了 允兵兽 欢迎来到翻牌看剑 五分钟内 你们只有寄负这些卡牌中 唯一能通关的金色卡牌才能获胜 紫色卡牌会起到阻挡视线的作用 要是不能通关 你们将永远见不到凯岩兽和玄武兽 原来他们被困在水晶球里 现在还轮不到你们出场 安心在这里吧 你们看 那里有一个金色卡牌 紫色的卡牌最多 其中夹杂了少量的黑色卡牌 似乎没什么特别 雷光兽 阿巧 我们上吧 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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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光星能神枪 星成 通光塔牌不见了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 我做错了什么 你们已经触发了黑色重置卡牌 所有卡牌的位置重置 那就再找到它击中就好了 阿角 你找到通关卡牌了吗 星成快看 在那里 不好 要击中黑色卡牌了 卡牌要重置了 你们还剩下一分钟 要是还找不到通关的卡牌 就再也看不见凯颜兽和玄木兽了 绝对不可以 星成的观察力还是不够吧 我真是太笨了 只要让它不能重置就行了 不停地重置 再重新寻找通关卡牌 非常浪费时间 到目中一次性消失去所有的黑色卡牌 兽能弹 爆发装塵 雷光兽 雷光星能神枪 用闪耀的光门照亮前方吧 发射 发射 顺光射线 黑色卡牌全被击破了 啊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公关卡牌 收能弹 发射 星成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雷光兽和阿脚呢 什么 他们太累了 先回能量包休息了 恭喜你通过第一关考验 但接下来的第二关考验 决定了你是否能见到第五只新兽 放马过来吧 我和玄木兽也会出尽全力的 对吧 玄木兽 那就 开始吧 这关很简单 打败幻影兽就可以通关 但你们只有一百发射能带 看 看颜兽 用你炙热的火焰融化这冰棒 看颜性能神枪 熟能弹 爆发装前 现在比之前暖和多了 啊 清场 小心 好险啊 看我的 熟能弹 爆发装前 这就被打败了 我们很厉害呀 哈哈哈哈 不对 考验还没有结束 哇 它又再次出现了 能不能打败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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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它是利用这里的雪地能量获得重生 只要不让你出来就可以了 好快 它躲开了 新城小心 好冷啊 这里的气温越来越低了 要快点打大幻影兽 兽能弹 爆发装填 兽能弹 爆发装填 只剩下最后一颗兽能弹了 玄武兽 快躲开 快用神枪还击 不行 只剩下最后一发兽能弹 必须在关键时刻用 新城 玄武兽 不要过来 这里太危险了 开炎兽的火也抵挡不了寒冷了 这里太冷了 我会用最后一发兽能弹引开幻影兽 并请求允兵兽让你出去 那你何看炎兽呢 当然是继续完成任务 通关 找到第五只新兽 守护新兽世界 是的 我跟新城永远在一起 我是新兽猎人 怎么可以丢下你不管呢 允兵兽 你先把玄武兽放出去吧 玄武兽 你想出来吗 玄武兽 玄武兽 新城 你说过 同伴是要在一起的 要相互帮助 怎么可以丢下同伴不管呢 就让我来阻断欢迎兽 与许悦帝之间的联系吧 玄武兽 玄武兽 行不受 谢谢你 现在也无法依靠兵来重生了 让炽热的火焰燃尽一切吧 发射 热火燎原 都怪我 你们看这是谁 玄木兽 你没事 那只是考验一个幻境而已 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和兽的 太好了 我们的团队又在一起了 那不是出现在我梦中的图案吗 代表勇气的火属性 楷炎兽 代表威炎的光属性 雷光兽 代表变化的电属性 脚电兽 代表信心的木属性 玄木兽 代表智慧的兵属性 第五只兴兽 就是我 什么 第五只兴兽原来是陨兵兽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太好了 陨兵兽是我的伙伴 快把位置传输给我 否则 后果你是知道的 我把位置给沙迦没关系吧 反正现在找到第五只兴兽了 星城变得更强了 一定可以打败沙迦的 考验还没结束 新城与守护尊者终于相遇了 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守护尊者给予的考验 新城能成功通过这个考验吗 能提升力量守护新兽世界吗 敬请期待下集突破自我的战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